观战一把佣兵 这个应该是叶宇在打 又是小提琴 呀怎么 我们今天说好的封印小提琴 怎么连续观战打的都是小提琴 这有些事情就是对吧 老板运气好 我们也挡不住 这个真没办法 来看一下 叶宇的话 后续应该是作为狼队的救人为来打的 插眼小提琴 这边压住的是条相识 这是富兰吗 ID有点像 但不知道是不是啊 一根弦封珠走位躲掉 好手里有香水 香水的话这边拉 拉进板子就可以了 拉进板子直接下 这 我是分析他可能会拉进板子直接下 但从结果上看拉进板子以后直接下 吃了一刀抽刀 这根弦 哦差一点点 目前来看呢 这边半选的条相识 被小提琴家在这边架住以后 等下一个技能cd应该是必倒的 如果不倒 那属于是小提琴家的失误 啊属于是失误 因为这个时候的条相识其实很脆弱 他几乎没有操作空间 这波带走 这波带走 提琴家是还挺快的呀 那我们看一下业于这边的救人啊 那我们看一下业于这边的救人啊 阵容 小提琴家 要不要追一追伤害呀 祭司这边给大洞 哦 那不能追伤害了 这边的话祭司给大洞 我刚刚还在讲 我刚讲什么来着 对不对 这一波 诶 不是 诶 怎么回来了 啊 优兵来救人 那现在就没办法写局本了呀 这大洞 是他们这局唯一的机会点 骗刀 哦 这波救人 可以 有一吹 佣兵这两波救人 其实压的都很极限啊 这边拉一根长弦 躲掉 漂亮 业于的操作其实一直很顶的 他在比赛当中没有能打出特别好的成绩 其实 跟他的操作没有关系啊 他当时打比赛 其实我觉得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个比赛回放 他的操作层面上面来讲 他现在打佣兵 感觉 这要是培养培养 之后 又因为顶尖就容易出来了 拉鞋 秒 有无穷洞 这边的话 祭司 有飞轮 抽刀 乃斯 这把我刚刚没看清楚 那个大洞为什么会回来呀 唉 哼 佣兵现在还要再救一波祭司 他得是无伤救人帮忙扛一刀 祭司这边再利用飞轮加洞牵制起来才行 看看这边 优兵 我们镜头锁定啊 这把我们的主角已经两次无伤救人了 面对一个有双刀能力的小提琴 两次无伤救人 拉鞋 无穷洞 躲掉 这边的话祭司有飞轮 但移速捡的很严重 一个洞 飞轮一刀 这波飞轮的一个角度不是特别好 杂技这边想过来盖板子也盖不到 嗯 机子其实差的不多了 如果说杂技这边能够先把这个机子给点了 唉 那佣兵救人吗 这里的话其实让那个杂技去救人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保一个满血的佣兵 看到佣兵了 杂技这边也过来了打一刀 那这样他保不了一个满血的佣兵 而且这边压了一个大范围无穷洞 这边贴边 躲无穷洞 无穷洞弹 压一个 再拉弦 哇 这波无穷洞压的漂亮 牵起来打气球刀 这波机子没有亮 杂技刚才应该是靠过来了 追一刀 那游戏结束了 嗯 呃 杂技当时没有直接亮 应该是杂技也靠过来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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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波那个小亭家在里面拉了这根大闲的范围无穷洞 是真的压的挺绝的 现在的话祭司打洞下去救人吗 打洞下去救人 拥兵两户币 但是这个是个地压室 一个进步翻 悄悄的往下走 过来先跟你号 连大洞也行 哎这波连大洞也行 祭司连大洞走吧 门开了以后连大洞走啊 一个洞打下来 这边的小亭家跟洞 跟完洞以后守住 这波祭司救人好像没有那个 哦 不过没办法小亭家上来了 这小亭家上来了 拉弦漂亮 再追刀 傭兵 减速先给你拉满 再跳一个护臂 前面就是地窖 祭司这边如果交自己 能不能连个大洞 现在一根弦解决不了问题 一根弦拉中 我觉得祭司能教自己 祭司教了自己之后 这边的话 故意吃这一根加速的吧 我觉得 他应该是故意吃这个加速的 祭司 连大洞了 要三跑啊 兄弟们 哎呀 这波而且佣兵很细 他故意吃这个咸的伤害 这样的话给到一波加速 你身位上面跟不了 哇 这把佣兵 这把佣兵 做到一个好吸引 这把佣兵 这把佣兵 就可以了